台美关系限制取消 不只是政策宣示 更有具体的行动 美国驻荷兰代表大使 邀请我国 驻荷兰代表大使见面 美国国务驻清 邀请萧美勤萧大使见面 这是台美外交一大进展 民主国家的政党是互相竞争的 但对外一定是团结 政党不管如何的轮替 外交工作一定要有持续 跟延续性 国民党曾经执政过 难道不知道吗 国民党最近的发言 都跟国台办同一个疲孔出气 发言体系还把国务卿的名字讲错 真是丢脸丢到国际了 去年国民党败选 台湾人民就已经告诉国民党 台湾的主流名义是什么 但过了一年 国民党给国人的印象 还是选择跟国台办站在一起 用恶意的言论 来攻击我们的民主伙伴 完全违背的台湾主流名义 江启成江主席 请你告诉我们 对于国民党 你到底是管不住还是不想管